在完成第一项任务之后 哈迪亚迫不及待的想要写封信给天狼星 跟他说自己已经安然无恙地从龙前面通过了 在前往猫头鹰屋的路途上 哈迪把天狼星对于卡卡夫所有的评语 全都巨细迷移地告诉了荣恩 荣恩听到卡卡夫曾经是一名死死人的时候 虽然大为惊讶 但等到他们踏入猫头鹰屋时 荣恩却大言不惨地表示说 哎 哈迪 这样事情全都兜起来了 都不断 你们记得吗 马粪在火车上的时候不是说过 他爸和卡卡夫是朋友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他们两个是在哪里认识的了 他们说不定还在奎地骑世界杯的时候 一起戴着面具到处乱跑呢 啊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哈迪 如果卡卡夫把你的名字扔进了火杯 那他现在一定觉得自己笨得要死 你说对不对啊 而荣恩的猫头鹰珠水福 一听到自己要出去送信了 就变得兴奋过度 在哈迪的头顶上不停地兜圈子打转 而且啊 一直呜呜地提叫 高兴得要命呢 荣恩只好一把将他从空中抓了下来 然后紧紧地夹住他 让哈迪可以把信绑在他的腿上 荣恩在把猪水福带到窗户边的时候 然后继续说道 哎 哈迪 你知道吗 我觉得啊 你很可能成为这次 三乌斗法大赛的冠军呢 我是说真的耶 但是哈迪知道 荣恩之所以会这么说 主要是想为他过去这几个礼拜的 恶劣态度来做些弥补 尽管如此 哈迪的心里还是觉得很感动 但是妙力却靠在猫头衣物的墙边 双手环抱在胸前 皱着眉头望着荣恩说 不 哈迪在完成这场斗法大赛之前 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如果地下任务是那种东西的话 我真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是什么任务了 而荣恩反驳说道 哎 我说你这个人 还真的不是普通的悲观耶 你偶尔也该跟崔老尼教授碰个面 好好的跟他互相切磋一番 哎 你们两个真是悲观主义者啊 而当荣恩把猪水符从窗户边抛出去之后 猪水符一连垂直掉了12尺 才好不容易飞了起来 因为猪水符腿上绑的那封信 比平常重了一些 哈哈 因为哈迪一提起笔啊 就忍不住想要把他在对付脚尾龙的时候 是如何转向啦 诱敌啦 以及巧妙闪躲的所有过程 都具细迷移地告诉了天狼星 当他们望着猪水符 消失在漆黑的夜空的时候 荣恩说道 好啦 我们现在赶快下楼 去参加哈利你的惊喜派对吧 弗雷和乔治现在已经从厨房 弄到一大堆食物要来庆祝咯 果真没错 当他们三人一踏进葛莱芬多的交易厅 室内就爆出了一阵响亮的喝彩欢呼声 桌面上全部摆满了堆积如山的糕点 装满了南瓜汁和许许多多的奶油啤酒 李乔丹刚刚还放了一个 费力博士的神奇水燃无热烟火呢 因此现在空中到处都可以看到 很多的星星和火花 而善于画画的丁汤玛斯 则在房间里布置了一些 出色喜目的新旗帜 上面大多是描绘 哈利奇这火闪电 在脚尾龙旁边盘旋飞舞的英勇画面 其中也有一两幅呈现了 膝椎头上着火的狼狈像 而哈利呢 赶紧拿了一些食物 因为他都几乎快忘记肚子饿是什么滋味了 哈利真不敢相信 自己现在竟然会这么的快乐 他和荣恩已经和好了 也顺利地通过第一项的任务 因此 哈利现在的心情好得不得了呢 哎呀天哪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重啊 李乔丹说着 因为他一把抓起 哈利放在餐桌上的金蛋 并且用手电电金蛋的重量 哎呀哈利 把它打开好不好 快呀 让我们瞧瞧里面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 但是一旁的妙利立刻表示说 不 他应该完全靠自己的力量 来解开里面的线索 这是斗法大赛的规定呢 哎 没关系啦妙利 我本来也应该要靠自己的力量 来通过龙的防守啊 不过 好在有你的帮忙 我才成功的 不是吗 妙利听到这里 他有些心虚的裂嘴一笑 而旁边的许多人 也开始怂恿哈利说 哎 对呀对呀 赶快打开吧 哈利 快点啊 接着李乔丹 把金蛋递给了哈利 哈利把手指插进了蛋的空隙当中 把蛋给撬开 可是蛋里面是空心的 什么也没有 但是哈利一打开蛋之后 就出现了一种恐怖的声音 一种响亮而尖锐的哭嚎声 响片的整个房间 哈利过去听过最接近这种 吓人的鬼叫声 就是他在插点眉头的尼克的 忌日宴会当中 那支幽灵乐队 用音乐剧子 所演奏出来的乐曲 哦 天哪 哈利 哈利 你快把它关起来 啊 我说不了了 这时 弗雷捂着耳朵大吼道 而西莫菲尼干 在哈利把蛋合上之后 望着他说道 啊 那听起来好像是抱伤女妖的哭声 啊 哈利 说不定啊 你下次就是要对付抱伤女妖啊 不知不知 那个是有人受到酷刑咒折磨的声音 啊 哈利 你下次应该是要去对付酷刑咒 这是奈威 这是奈威 他的脸色已经变得产白一片 还不小心打翻了盘子 让腊肠滚得满地都是 而乔治却说道 别傻了那一位 那可是非法的咒语呢 他们啊 绝对不会用酷刑咒来对付斗士的 嗯 我觉得啊 那听起来有点像是 啊 派西的歌声 哈利 说不定你下次是必须要在派西领域的时候 去攻击他 哈哈哈哈 而这时 弗雷说道 嘿 妙力 你要不要来尝一个果酱馅饼呢 但是妙力用怀疑的目光 望着弗雷递过来的餐盘 弗雷猎嘴微笑 嘿 这没问题的啦 我没对他动什么手脚 反而是你要留意那些奶油乳酪蛋糕 而这时 那一位才刚刚咬了一口奶油乳酪蛋糕 一听到这句话就被吓得呛到 赶紧把他给吐了出来 弗雷啊 高兴的大笑说 哈哈哈哈 那只是个玩笑啦 那一位 妙力拿起了一个果酱馅饼来吃 然后开口问道 弗雷 这些全都是你从厨房拿过来的吗 弗雷这时朝妙力猎嘴一笑 然后尖起嗓子 模仿起家庭小精灵那高亢奸细的声音说 先生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尽管对我们开口 我们都可以随时替你准备哦 什么都可以的 嗨 他们真的是非常乐意帮忙呢 我要是跟他们说我饿得半死的话 说不定他还可以替我准备一只烤犬牛呢 而妙力接着用一种既随意又天真的语气问道 诶 那你是怎么进去厨房的呢 那还不简单 门啊 就藏在一幅水果净物画的后面 你啊 只要在梨子上面稍稍痒 它就会痴痴的傻笑 然后诶 你问这干嘛啊 妙力 哦 没什么啦 嗯 你该不会又想要去说服那些家庭小精灵进行罢工啊 这时旁边有好几个人忍不住哈哈大笑 但是哈地却什么也没说 弗雷哲警告妙力说 嗯 你可千万别跑去烦他们啊 跟他说什么呃 必须穿衣服或领薪水之类的鬼话 你这样会让他们不想煮饭的啊 就在这时 纳维突然变成了一只大金丝雀 稍稍转移了一下大家的注意力 而弗雷在狂笑中说道 哈哈哈哈 对不起啊 纳维 哦 我忘了跟你说 我就是对奶油乳酪蛋糕施了魔法啊 而在一分钟之内 纳维身上的羽毛就迅速的脱落 等到羽毛全都掉光 纳维就像没事一般重新恢复的正常 甚至啊 连纳维自己也忍不住跟着大家一起放声大笑呢 而弗雷这时兴奋的对群众喊道 来来来 金丝雀奶油蛋糕 这是我和乔治的新发明 现在特价供应 一个只卖七个银可锡哦 大家就这样欢乐的庆祝 一路到了凌晨一点 哈利才跟荣恩 奈威 西莫 和丁 一起回到了寝室 哈利在拉上四柱大床的莲幕之前 先把他的胸牙利脚尾龙的小玩偶 放在了床边的桌子上 那个小玩偶 现在躺在桌上 打了一个大喝歉 卷起身子 闭上眼 似乎也准备休息了 哈利望着那匈牙利脚尾龙的小玩偶 暗自的想着 哎 海格的想法或许有几分道理 龙这种动物 好像也还不错啦 紧接着 十二月翩然到来 并为霍格华兹带来了狂风和冰雪 虽然在城堡的冬季 总是有寒风从缝隙窜进来 但是 每当哈利经过那艘停泊在湖上的德姆兰大船 看到他在暴风当中浮浮沉沉颠簸不已的时候 哈利不禁暗自庆幸 至少城堡还有温暖的炉火和厚实的围墙 替他们阻挡严寒 而哈利也觉得 波巴洞的拖车 住宅好像也是冷得要命 海格总是毫不间断地 为美心夫人的马儿 准备他们最喜欢的纯麦芽威士忌 光是从小牧场的角落 就能闻到飘送出来的振振酒香 这啊 让上齐寿四玉学的全班同学 都感觉到昏昏欲坠呢 现在 他们仍然得去照料那些豹尾丁虾 因此 仍然要有清醒的头脑 海格在上齐寿四玉学的时候 对着那群 在寒风刺骨的南瓜田当中 冻得发抖的学生说道 哦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不要冬眠 所以呢 我们来试验一下 看看他们需不需要打个盹 所以 我们呢 要把他们放进这些盒子里 来来来 现在啊 总共只剩下十只豹尾丁虾 而他们 自相残杀的欲望 显然啊 没有消失 每一只豹尾丁虾 现在都快要长到六尺长 他们身上那厚厚的灰色盔甲 和他们那稀疏串动的有力长腿 以及他那会喷火的尾巴 还有他们那大凹及吸盘 让他们成为哈利这辈子见过最令人厌恶的东西 这时 全班的同学全部都无精打采的 望着海格搬出来的大盒子 盒子里塞满了许多的枕头 并铺上了毛茸茸的毯子 然后海格说道 来 我们呢 要让他们进去里面 再盖上盖子 看看他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可以了 但结果显示出来 这些豹尾丁虾 根本就不需要冬眠 而且也不喜欢被强迫地关进这塞满枕头的盒子里 待在那里没有办法动弹 没过多久 海格就开始不停地大呼小叫 嘿嘿 不要慌 不要慌 听我说 大家不要紧张 因为 豹尾丁虾这时在南瓜田里 倒出横冲直撞 此时啊 地上早就堆满了烧焦的木箱残骸 而班上大部分的同学 都已经一流烟地从后门溜进了海格的小木屋 把他们关在里面死都不肯出来 只剩下哈利荣恩汉妙地 以及其他少部分的人留在外面 帮忙海格收拾残局 他们同心协力地设法 制住了九只豹尾丁虾 把他们用绳子绑好 最后只剩下一尾豹尾丁虾了 哎 听好了 千万别吓到他呀 海格大喊 荣恩和哈利两人这时 用魔杖指着豹尾丁虾 朝他射出了一束束的炙热火花 而那只豹尾丁虾 也正充满着威吓的意味 朝他们两人步步逼近 他的凹刺拱起成树状 暂微微地在他的背上晃动 荣恩和哈利 这时已经被逼退到海格小木屋的围墙边了 正忙着用魔杖指住豹尾丁虾的攻势 哎呀 哈哈哈哈 这看起来挺有趣的呀 哦 那是利塔史基 只见他靠在海格院子的柵栏上 冷眼望着眼前这场大混乱 他今天穿着一件箱子紫色毛皮的红色斗篷 手腕上仍然挂着他那个鳄鱼皮的手提袋 海格这时把整个身子扑到了豹尾丁虾上面 把他给制服 但是豹尾丁虾却爆出了一堆火焰 把附近的南瓜全都烤焦了 海格一面用绳子绑住豹尾丁虾的同时问道 你是谁呀 而利塔史基笑咪咪的回答道 我是利塔史基 预言家日报的记者 而海格微微的皱起眉头 从那头豹尾丁虾的身上爬起来说道 哦 邓不利多不是说 你以后不能进到校园里面来吗 而利塔史基 装出一副好像根本没听到海格说话的样子 他笑眯眯的问道 哎呀 这些迷人的生物叫什么名字啊 啊 哦 你说这个 哦 他们是豹尾丁虾 哦 真的吗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生物呢 嗯 他们的原产地是在哪里啊 哈蒂这时注意到 在海格闸乱的黑胡须下面 浮现了一层淡淡的红韵 利塔史基 似乎也看出来了 他接着问海格说道 嗯 我晓得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照顾这些奇兽的宝贵经验啊 如何呢 我们预言家日报 每周三有一个动物的单元哦 我们可以替这些什么碰尾丁虾的做个报道呢 啊 是抱尾丁虾啦 嗯 好哦 这 这没什么不可以的咯 但是 哈利跟妙利 感觉到情况似乎大大的不妙 不过 利塔在一旁虎视眈眈 他们俩也实在找不出有什么办法把这个感觉警告海格 只好眼睁睁的看着海格和利塔时机商量好 就在这礼拜结束之前 到三根哨丑碰面 好好地进行一场采访 哈利不禁担忧地说道 哦 海格惨了 他呀 会把他说的每一句话 全都加以扭曲的 哎 我现在只希望 那些报尾丁虾 不是他从国外非法进口的就好了 妙利也绝望地说着 他们三人面面相去 因为这正是海格可能会做出的事情 接着 荣恩安慰他们说 哎 没关系的啦 海格以前就惹过一大堆麻烦嘛 不是吗 但是 登伯利多也没有解雇他呀 嗯 最糟的状况 可能要海格把报尾丁虾送走吧 哦 这好像是最好的状况耶 不是吗 听完 哈利和妙利放声大笑 心情啊 好像稍微变得好了一些 于是 他们三人就一起走回城堡 准备享用午餐 下午两堂的占卜学 哈利可说是上得非常愉快 他们呢 还是跟以前一样 画占星图做预言 但是荣恩和哈利已经和好了 因此这一切似乎又变得非常的好玩 当初他们两人预言自己 铲招横祸的时候 崔老尼教授对他们两人大为赞赏 青睐有加呢 但是他们现在居然胆敢在他解释 冥王星对日常生活的各种不良影响的时候 在一旁痴痴的窃笑 想当然很快就把崔老尼教授给惹火了 现在他非常明显地瞪着哈利跟荣恩 而哈利呢 则毫不掩饰地打了一个大喝歉 接着说道 哎 他这些话 我早就听过了八十遍以上了 我现在都已经听得没什么感觉了 要是他每次预言我会死的时候 我都要倒下来暴病一次的话 那我大概就变成活生生的医学奇迹啦 你说是不是啊 荣恩 下课之后 哈利和荣恩一起到餐厅去用晚餐 但是 妙利竟然没有过来 当他们两人晚餐后到图书馆去找妙利的时候 也发现妙利不在那里 这时候荣恩说道 诶 奇怪 妙利他到底跑到哪去啦 嗯 我也不晓得啊 就在这时 他们的背后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奔跑声 唉 妙利终于出现了 只见妙利冲到他们身边停下来 气喘吁吁地说道 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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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跟我去 你 你 你一定要跟我去看看 一件最 最 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快 快跟我来啊 只见妙利一把抓住哈利的手臂 想要拖着他沿着走廊往回走 唉呦 怎么啦 哈利问道 等我们到那里以后 你就会知道了啦 快 快走 而这时 哈利回头望着荣恩 荣恩也迎上了哈利的视线 显然啊 已经被挑起了好奇心 于是 荣恩也连忙跟着他们往前走去 妙利带着他们一口气连下了六层楼 并开始走下通往入口大梯的大理石阶梯 哈利这时终于忍不住地问道 唉 妙利 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你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嘛 再 再等一分钟就行了 他们一走到楼梯的最下面就往左转 快步地走向西锥在火杯吐出 他和哈利名字之后所穿越的那扇门 哈利以前从来没有走进来过 他和荣恩跟着妙利走下了一列石阶 但阶梯下面并不是他们在前往史内普地牢时 所看到的那种阴暗的地下通道 而是一条点着明亮火把的宽阔石廊 两旁装饰着许多赏心悦目的图画 上面画的主要都是食物 哈利在沿着石廊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走到一半说道 唉 慢着 等一下妙利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只见哈利用手肘顶了荣恩一下 并且伸手指着妙利背后的那幅图画 上面画着一个装满水果的巨大银碗 荣恩立刻也就明白了 哦 妙利 你又想赢我们上当 去管那个什么家庭小精灵的事情对吧 不不不 才不是呢 那不然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啊 你啊 休想叫我闯进厨房 叫他们不要工作 拜托 我又没叫你这么做 我啊 刚刚到这里来 跟他们谈了一会儿 结果啊 我发现 哦 你们进去就知道了啦 于是妙利又抓住了哈利的手臂 把他拉到那幅大水果碗的画面前 伸出了他的食指 开始朝上面的绿色大离子撒撒痒 离子哥哥的轻笑扭来扭去 并且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绿色门把 接着妙利抓住门把拉开了房门 并且往哈利的背后用力推了一下 逼他走进去 哈利这时来到了室内一眼望见 唉 这是一个天花板挑高的大房间 面积呢 大约就跟上面的餐厅差不多大 石墙边摆满了许多堆积如山的 散亮黄铜吹锯 对面呢 还有一个巨大的砖头壁炉 接着 就有个小小的东西 从房间中央朝哈利冲了过来 一面还在尖叫大喊着 哦 是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先生耶 下一秒 哈利突然感觉到 自己变得完全不能呼吸 因为那个尖叫的小精灵 已经一头撞上了他的横隔膜 并且紧紧地抱住哈利 他呀 觉得他的肋骨都快要被肋断了呢 只见哈利喘着气问道 啊 多比 对 就是多比 先生 多比在这里啊 多比一直好希望能够看见到哈利波特哦 先生 啊 哈利波特现在终于来看他了 先生 接着 多比伸开手 往后退了几步 笑隐隐地抬头望着哈利 而他那对网球状的绿色大眼睛 隐瞒了喜悦的泪水 他看起来几乎就跟哈利记忆当中一模一样 铅笔般的细长鼻子 蝙蝠似的大耳朵 修长的手指和双腿 唯一不同的是 他身上的衣服 那跟以前比起来 可能说是有着天壤之别 当多比还在替马芬家工作的时候 他总是穿着同一件 又张又旧的枕头套 但是他现在身上穿的衣服 是哈利这辈子看过搭配的最奇怪的了 他搭配的技巧的恐怖程度 甚至连奎地骑世界杯那时的巫师们 都望尘莫及 只见多比把一个茶壶保温罩 顶在了头上当帽子戴 上面还别了一些五颜六色的徽章 裸露的胸膛挂着一条 印着马蹄图案的领带 再配上一条 看起来像是 儿童运动短裤的裤子 另外再加上一双 不成套的怪袜子 而哈利看到其中一只袜子 就是他当初从自己脚上脱下来 设计骗过马芬先生赏给多比的 哈利这时惊讶地问道 嘿 多比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先生 多比已经来霍格华兹工作了 邓布利多教授让多比和渣渣到这来做事呢 什么 渣渣也在这里吗 是啊 先生 接着 多比抓住哈利的手 拉着他从房间的四张木头长餐桌当中穿过 走进厨房里 哈利在经过的时候发现 这几张餐桌摆放的位置 就位于上方餐厅中的四张学院桌的正下方 此刻桌上并没有摆放食物 因为晚餐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但是哈利猜想 一个钟头之前 他们必然是先在这几张餐桌上摆满了菜肴 然后呢 再施展魔法 让食物穿越天花板 送到了上方的四张对应的学院餐桌去 而这里 至少有上百名的小精灵 分别站在厨房的各个地方 当多比领着哈利经过他们身边时 他们哪全都笑盈盈的鞠躬行礼呢 他们的身上穿着一模一样的制服 一条上面盖着霍格华兹顿灰的插碗布 这跟渣渣过去的穿法完全是相同的 多比在砖头壁炉前面停下的脚步 伸手往前一直 只见渣渣就坐在炉火前的一张椅子上 他显然没有像多比一样 随便找几件衣服乱穿 他穿着雅致的小裙子和短上衣 另外呢 还配了一顶跟衣服十分相称的蓝帽子 而帽子上正好有两个洞 让他把他的大耳朵给露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 多比的服装虽然搭配奇怪 但至少干干净净 保养得十分良好 看起来就像是全新的一样 但是渣渣呢? 显然不肯花心思去照亮他的衣服 因为他的上衣沾满了汤汁 而裙子也烧焦了一大块呢 哈喽 渣渣 你好吗? 只见渣渣的嘴唇在颤抖 然后他就突然间放声大哭 像肚子大的泪珠 从他他那对大眼睛当中滚了下来 洒落到他的胸前 情况就跟他上次在 傀递骑世界杯的时候一模一样 妙丽这时安慰说道 哦 天哪 渣渣 别哭了嘛 嗯 拜托你别哭了好不好 但是渣渣却哭得比刚刚更加的厉害 而站在旁边的多比 反而笑盈盈地望着哈利 对他说 先生 你要喝杯茶吗? 哦 哈?哦 好啊 哈利一说完 马上就有六个家庭小精灵 抬着一个大银盘 从他们的背后快步跑了过来 盘子上装满了茶壶 茶杯 和一大堆茶点 荣恩这时用大为感动的语气说 哦 服务真是太好了吧 而妙丽呢 则对他皱起了眉头 但是那些家庭小精灵 却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并且向他们深深地举了一个躬 然后就退下离开了 哈利在多比替大家倒茶的时候问他说 嘿 多比 你到这儿多久啦 哦 只有一个礼拜而已 先生 多比到这儿来是找邓伯利多教授的 你也知道 一个被解雇的家庭小精灵 想要找到新工作 实在不太容易啊 先生 真的是非常困难啊 听到这句话 喳喳的哭声变得比先前更加的响亮 而他那像是鸭扁番茄般的鼻子 躺出了两条鼻涕 直直地落到他的胸前 然后多比接着说道 先生 多比为了找工作 在这个国家整整流浪了两年啊 但是多比找不到工作 因为现在多比要拿薪水啊 根本就没有巫师或是女巫要雇佣多比啊 厨房里的家庭小精灵 原本都很感兴趣地站在一盘观看 默默地听他们说话 但是这些家庭小精灵 现在全都别过脸去 这好像多比说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脏话似的 然后多比接着说道 先生 然后呢 多比跑去看喳喳 结果发现喳喳也已经获得自由了 先生 只见多比开心地说道 但是一听到这句话 喳喳呀就猛然从凳子上扑了下来 趴在地板上 用他那小小的拳头 不停地敲打地面 伤心地大哭大叫 然后多比在喳喳凄厉的哭声当中 继续说他的故事 然后啊 多比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多比和喳喳 为什么不两个一起找工作呢 哪里才会需要用到 两个自由的家庭小精灵呢 然后多比就一直想 一直想一直想 最后终于被多比也想到了 先生 就是霍格华兹 于是多比和喳喳就来到这里 找邓不利多教授啦 先生 而且邓不利多教授 很高兴地雇用了我们哦 只见多比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 他的眼中再度涌出了喜悦的泪水 而且邓不利多教授说 如果多比想要的话 他就会付多比薪水呢 所以多比现在是一个 自由的家庭小精灵呢 先生 多比每星期可以领到 一个金加龙的薪水哦 而且每个月还可以休息一天的假呢 哦 那实在是太少了 但是多比说道 哦 不 邓不利多教授本来要给多比 一个星期十个金加龙的薪水呢 而且还可以一周休息两天呢 说到这里 多比突然微微地打了一个哆嗦 仿佛一想到这种太过闲暇富裕的生活 就让他感觉到恐怖至极 所以多比就跟他杀架啊 小姐 多比喜欢自由 但是多比想要的并不多 他还是比较喜欢工作的小姐 这时 妙弟亲切地跟渣渣问道 那邓不利多教授付给你多少薪水呀 如果妙弟以为这可以让渣渣心情好转的话 那他实在是大错特错啦 只见渣渣坐起来 用他那巨大的褐色眼睛怒目瞪着妙弟说 渣渣渣 喳喳觉得当个自由的小精灵 真是丢脸死人了 丢脸? 不,喳喳 该感到丢脸的是科罗奇先生 而不是你 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事 他对你这么坏 他才是不可原谅的人啊 但是一听到这些话 喳喳就啪的一声 按住了帽子上的耳朵 这样他就一个字也听不见了 并且喳喳大声的尖叫说 你不能侮辱我的主人小姐 你不能侮辱科罗奇先生 科罗奇先生是个好巫师 小姐 科罗奇先生 简顾喳喳一点错也没有 哦,我可怜的科罗奇先生 没有喳喳 他现在该怎么办呢 他需要我呀 他是要我的帮助呀 而这时 妙力坚定地说 喳喳喳 我很确定 科罗奇就算没有你 他也可以过得很好 因为 我们见过他 懂了吧 什么,你们见过我的主人 喳喳惊讶地问道 他再度把那张 沾满泪水的脸庞 从裙子里抬起来 瞪大眼睛望着妙力 你是在 你是在霍格华兹这里看到科罗奇先生的吗 是的,他和贝曼先生都是三屋斗法大赛的评审呀 什么,贝曼先生也来了 喳喳喳尖叫地说道 哈利惊讶地发现 喳喳竟然变得满脸怒容 哼,贝曼先生是一个坏巫师 一个非常坏非常坏的巫师 我的主人不喜欢他 对,他一点也不喜欢贝曼先生 哈,什么,贝曼是坏人 哦,是哟 我的主人告诉喳喳一些事情 但是喳喳不能说 喳喳发誓要替主人保守秘密 然后喳喳又再度趴了下来 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他们可以听到他把脸埋在裙子里哭着说 可怜的主人啊 哦,再也没有喳喳在他身边帮他了 哦,我可怜的主人啊 接下来,无论妙丽他们再怎么劝喳喳 也无法再让他说出一句理性的话 最后他们只好放弃 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哭个够 于是他们三个人继续喝茶 而多比一直开心地跟他们说着 他恢复自由之后的生活 以及他打算要用薪水来买一些什么东西 只见多比伸手指着自己的胸膛说 先生,多比下次要买一件毛衣 而当他们准备离开厨房的时候 周围许多的家庭小精灵都争先恐后地涌过来 塞了好多好多的点心 要他们带上楼去吃 但是妙丽不肯拿 并且带着难过的表情 望着那些小精灵不停鞠躬哈腰的卑微模样 但是哈利和荣恩却老实不客气地 塞了满满口袋的奶油蛋糕和派饼 站在门边的哈利对所有的小精灵说道 谢谢啦,真是多谢你们啦 还有,再见啦,多比 当他们爬上楼梯的时候 荣恩说道 诶,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呃,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觉得 弗雷和乔治两个人非常了不起 竟然能从厨房骗到那么多食物 结果 呃,这一切也不困难嘛 是不是 他们根本就急着想要把食物送出去嘛 诶诶诶,卡比 故事还没有结束诶 你要去哪里啊? 诶,我要去找那间好神奇的厨房啊 因为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哦 可是,你知道那在哪里吗? 诶,不知道诶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再见 我再陪你一起去找好了 好,大家拜拜咯 拜拜 来,我跟你说 要怎么去你都不知道 我带你去吧 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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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 再见